嗨,大家好 北京时间11月11日 千呼万唤的美国空军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幽灵的缩小版B2-1突袭者 终于在美国加州的空军第42航空工厂完成了首飞 这是现场美国军迷拍下的B2-1首飞的画面 旁边还有一架F-16陪同 最终降落在30几公里外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B2-1这个项目经过了2009年被砍 2016年又重新启动 青年某一件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飞上了蓝天 这里还是要佩服一下美国方面的拍摄技术 同样都是是非 这清晰度实在让国内各种新装备的所谓叠照汗颜 可能那边没有行走的50万这种说法吧 刚才也说了B2-1是B2的缩小版 当时设计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 让B2高达24亿美元的单价 减少到5.5亿美元以内 也就是B2价格的四分之一 不过那也只是2010年的币值 不知道诺格现在还能否守住这个成本 我们将B2和B2-1摆在一起就可以明显看出 左边的B2无论从长度还是翼展 都要比B2-1来得要大 尤其是翼展 已经服役多年的B2翼展达到52.4米 而最新的B2-1仅为41至45米 这样最大起飞重量和航程也将相比B2大幅缩水 预测B2-1的航程最长约为9000公里 比B2缩短了3000公里 而B2-1的载单量为13.6吨 相比B2也将减少40% 基本跟中国现役的轰-6持平 换句话说 诺格的这款新作为了达成美国空军缩减成本的目标 是以牺牲性能指标为代价才达成的 很多人都拿B2-1跟我国即将面试的轰-20来做比较 实际上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也不具可比性 轰-20的对标物是美国的B2和俄罗斯的图160 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 而B2-1只能被归类为中型战轰 B2的低配版 而从外形上看 B2-1相比于老大哥B2最大的变化 无疑就是将B2标志性的锯齿状海里尾给去掉了 取而大致的是极为简单的巨型尾翼 这样子一打眼看上去 就像极了诺格此前研制的 另一款隐身无人侦察机 RQ-180了 而巧合的是 RQ-180无人机的翼展也是40米左右 不知道诺格研制B2-1 从RQ-180身上借鉴了多少 但我们知道 这种飞翼式隐身布局的外形设计 为了达到极佳的隐身性能 是要取消掉传统飞机的垂直尾翼的 这样其机动性能将大打折扣 RQ-180这种高空无人侦察机 自然无需太强的机动性能 B2为了增加机动能力 是通过巨齿状的海里尾翼 来提升低空突防时的操控性能的 B21却将其完全舍弃了 看起来美国空军对B21的设计需求 将放在主打高空隐身突防上了 基本放弃了低空 再接下来空速管 本次B21首飞的另一大特点 就是安装在机头左侧的红色空速管 以及尾部一条长长的拖锥 新机型试飞 安装空速管这个非常普遍了 我们在国内很多新机试飞时也都看到过 但这个长长的拖线却并不多见 于是很多人将后面那条长长的拖锥 分析为是为保密需要而架设的天线 这就有点扯了 实际上这个尾随锥体 是用于感应不受飞机干扰的 静态空气测量结果 同时也是对前方那个 长感式空虚数据探头的补充 我们知道 现代飞机的空速测量方法 主要是通过飞机自身的 静压空速管测速 这个空速管又叫皮托管 由法国H皮托发明而因此得名 皮托管是测量气流总压的一种装置 静压管则是测试飞机当前受到的静压 两者的差值就是飞机在当前受到的动压 再根据一系列流速公式 就可以算出飞机的空速了 不过静压管测量的飞机静压通常不准 因为飞机的前部机身在空中本身气流就不太稳定 尤其是试飞中的新机型 因此就需要搭配一个可以较准的装置来配合使用 这个尾部后面的拖锥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通常来讲 飞机机以及垂尾后方一块区域会出现一定的局部真空 这里受空气动力的影响最小 因此从飞机尾部引出一根长长的拖线 将静压管置于尾端 这样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干净的空气中进行静压测量了 不过这个长拖锥主要还是校准用的 飞机试飞时也并不是一直都要在 等到静压测试校准完毕 它也就用不到了 后面的测试它就会被拆卸下来 如图所示 这个就是波音在测试737新机型时所使用的拖锥 它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静压校准 再后面就是弹舱设计了 由于B2U的尺寸相比于B2大幅缩水 那么腹部的弹舱容量也将相应下降 如图这是B2轰炸机的弹舱设计 很明显的中部可以容纳两个大型弹舱 并且每个都配备了一个类似于左轮手枪那种 CSRL旋转式挂弹架 最多能够挂在24枚导弹 而B2U显然不具备如此奢侈的空间 两个大型弹舱肯定是容纳不下了 取而代之的很可能就是如图所示的这种 中央单主弹舱外加两个侧弹舱的设计 两个侧弹舱的长度大致也能有个34米 预估可以携带一枚B61战术核弹 除此之外 B2U起飞时的背部我们还能看到 在机身两侧出现了两个垂直的肩脚部件 这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分析的 什么加装了空虚数据传感器 或者什么雷达反射器 而仍然是从B2继承过来的辅助进气口 这是B2在滑行时的辅助进气口 为了保证B2在起飞过程中获得足够的空气 进行到上方就设置了这种蝴蝶形状的辅助进气口来实现 B2的辅助进气口被设计为共四个 左右各两个 打开之后 更多的空气就可以通过这里进入S型进气道 而显然B21在这里也做了简配 变为如图所示的左右各一个 最后就是命名了 这也是最有趣的部分 美国军迷通过高倍摄像机 直接把前起落架门上的编号和英文名称都呈现得一览无语 0001应该就是这架原型机的批次和生产序号了 00是批次 01是00批次的第01号原型机 而一旁的英文字母SURPRUS就有意思了 中文翻译有很多 有叫塞伯鲁斯的 也有叫克尔伯洛斯的 不管怎样 他在希腊神话中 是冥王哈蒂斯拥有三颗脑袋的堪门狗 负责镇守冥界的大门 阻止活人进入 也防止此人逃跑 以希腊神话为背景的圣道士兴使冥界篇中 这个三头犬就见到过 当时跟着天兽星法拉奥一起出现 看着还挺吓人的 不过堪门狗也只能用来唬唬人 实力确实堪忧 最终被兴使和阿顺痛扁 数字之外 这个三个脑袋的堪门犬 还在此前新冠疫情大爆发时 火了一把 塞伯鲁斯被非官方的命名为了 奥米克隆的一种变体病毒株 BQ1.1 原因是BQ1.1中含有 新冠、流感、核爆三型病毒 与地狱三头犬的形象格外契合 同时他的上一代BQ1已被命名为了台风 是希腊神话中象征风暴的泰坦巨人 而地狱三头犬 克尔伯洛斯刚好是他的儿子 这样新毒株BQ1.1被命名为克尔伯洛斯 也就顺利成长起来了 地狱三头犬 瑟伯洛斯甭管实力怎么样吧 看着确实是挺吓人的 原来命名BQ1.1新战轰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意识到 这地狱三头犬看守的可是地狱 它的主人是冥王哈迪斯 如此命名 岂不是在暗示 BQ1.1所保护的美国 就是那个人间地狱 而美国的统治者 即是冥王哈迪斯吗 嗯 实在是有趣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